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财经节目 今天我们有一堆新鲜出炉的财经新闻 要跟大家分享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香港房地产市场的最新动态 屯煤绿海湾的火热销售再次证明了 香港特定区域房地产市场的旺盛需求 而中美科技在那背景下 内地要求国内主要电信公司逐步淘汰使用美国晶片 转而采用国产晶片 无疑对晶片巨头如英特尔和超微半导体造成了重大影响 此外香港二手房市场的疲软 也从一个特色房产的贬值中得到了反应 接住我们来聊聊加密货币市场的大幅波动 比特币和以太币的价格急剧下跌 清算了大量的杠杆衍生品交易仓位 展现了加密货币市场的高风险高回报特性 然而尽管面临短期市场疲软 一些投资公司仍对加密货币市场保持长期乐观态度 另一方面香港的房地产市场也有其自身的故事 从豪宅项目的热销到独特的公屋装修风格 带到广东省推动汽车更新消费的政策 都在展示着市场的多样性和活力 最后我们还会带大家一探特斯拉全自动驾驶 订阅价格的大幅下调 广州白云机场在广交会期间的出入境人次机身 以及香港载黄竹坑站港岛南岸第三壁期 Blue Coast豪宅的热销等新闻背后的故事 这些报道不仅涵盖了科技进步 国际交流活动的重要性 还有房地产市场的最新趋势 展现了当下社会的多元化和活力 好了 新闻概述就到这里 精彩的内容还有很多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香港的房地产市场 新鸿基地产00016旗下的屠门域海湾成为了热点 据东方日报报道 该项目在一个周六累计销售了6套房产 总成交金额超过了5000万港元 这其中的房产类型多样 从开放式户型到三房户型都有 使用面积介于255至514平方尺之间 成交价格每平方尺则在19473至21 3 2923港元之间 买家还能享受高达近27%的回赠优惠 这样的销售成绩不仅展现了 浴海湾的独特魅力 也反映了香港房地产市场 在特定区域的旺盛需求 与此同时 中美科技战的背景下 中国内地的政策变动引起了广泛关注 根据东方日报的报道 内地已经要求国内的主要电信公司 在未来几年里逐步淘汰使用美国晶片 转而采用国产晶片 将测预计将对晶片巨头如 英特尔 Intel及超微半导体 MD产生重大影响 导致他们的股价分别下跌了 5.16%和4.23% 这一转变不仅标志着中国在减少 对外国技术依赖方面的决心 也可能意味着国产晶片在质量和性能上 已经取得了显著进步 此外 中国还发布了采购指导意见 鼓励政府机构和国有企业 优先选择国产中央处理器 进一步减少对外国技术的依赖 然而在香港的二属房市场上 即便是具有特赦的房产 也未能逃脱市场低迷的影响 《东方日报》报道了一个案例 江军澳新都城17的一个顶层两房单位 联冬天台一共636平方尺 最终以616万港元的价格成交 每平方尺价格约为16 923港元只在个台前 923港元 这的单位的原业主在不到三年前 以约736万港元购入 这意味着他们损失了120万港元 贬值达到了16.3% 这个例子反映了当前香港二手房市场的疲软 即使是供应相对较少的特色户型 也难以保值 这三则报道从不同角度展现了 当前香港及中国内地在房地产 和科技领域的最新动态 无论是玉海湾的热销 还是中国对国产晶片的支持 亦或是香港二手房市场的低迷 都在向我们传递着市场变化的信号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 无论是投资者还是普通消费者 都需要更加谨慎地分析市场趋势 做出明智的决策 在数字货币的世界里 波动是唯一不变的真理 这一次比特币再次证明了这一点 当它急剧下跌至6060美元以下 让整个市场感受到了寒冬的严酷 据东方日报报道 这场下挫并不孤单 以太币也随之重挫12% 尽管稍后有所回升 但跌幅仍然达到了8.16% 这一幕不仅让人想起了中东地缘政治风险的急升 市场避险情绪的升温 以及加密货币因此受到了拖累 在这场加密货币价格的回挑中 国英国安数据显示出现了一个月来最大规模的杠杆震荡 清算了约8.5亿美元的杠杆衍生品交易仓位 这对于那些压住价格上升的长仓来说 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一个巨大的打击 而在交易员纷纷寻找对冲的同时 美国国债和美汇指数的飙升 以及黄金价格创下历史新高 都在向我们展示一个复杂多变的金融世界 尽管数码资产投资公司Rise Labs预言 加密资产将因税季来临而出现短期市场疲软 但他们对加密货币市场保持着长期的乐观态度 他们相信随着决策者贩卖量化几座政策 并可能调整货币政策 美国政府债务的展期将会促进加密货币市场的发展 但另一方面 香港的房地产市场也在经历着它自己的变化 《东方日报》报道了一个关于新民院三访户的故事 这个单位在放盘一日几备外区绿表客 以425万港元购入 实用价价约6、589元 这个交易不仅展示了将军澳外区绿表客对职贫货的迅速入市 也反映了市场对于房产的持续需求 值得一提的是 该单位的原业组在1999年以率表价128万元购入此物业 持货约25年后已超过三倍的价格出售 这无疑是一个成功的投资故事 同时 广东省的汽车市场也在迎来一波新的变化 根据《东方日报》的报道 广东省人民政府印发了广东省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 已旧换新的实施方案 此在通过强化政策引导促进汽车更新消费 则包括优化金融支持如鼓励银行机构 适当降低乘用车贷款首付比例 而理确定汽车贷款期限和信贷额度 这一政策的推出不仅有利于促进老旧货车的更新 由于汽车消费市场注入了新的活力 无论是加密货币市场的波动 房地产市场的热络 还是汽车市场的刷新 都在向我们展示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 在这个世界中 机遇与挑战并存 唯有适应和前瞻 才能在变化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机会 在这个充满变化和机遇的时代 从特斯拉的全自动驾驶订阅价格大幅价条 到广州白云机场在广交会期间的出入静元次激增 再到香港载红竹坑站 港岛南岸第三B7 Blue Coast豪载的热销 我们可以看到科技国际交流和房地产市场的最新动态 东方日报报道 特斯拉的全自动驾驶FSD技术 一直是其CEO埃隆马斯克所吹捧的减债咬钱数 近期特斯拉在美国和加拿大将FSD的订阅价格 从每月199美元加元将至99美元加元 这一价格下调幅度高达50% 这一大幅度的这个挑战 无疑是为了吸引更多用户体验其全自动驾驶技术 尽管马斯克曾承诺的完全自动驾驶体验尚未实现 且该技术人需司机的主动监督 与此同时 乔报报道到第135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的召开 预计将吸引大量的海外采购商和参展商 广州白云机场口岸 预计日军出入境人次将达到4万 通知甚至可能超过4.2万 为了应对这一挑战 广州白云出入境边防检查站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如开设专用通道提供多种语言的翻译服务 以及优化机组手续办理流程 以确保餐展商和采购商的通关便利 在房地产市场方面 东方日报同样带来了引人注目的消息 香港在皇族坑站港岛南岸第三B7Blue Coast的豪宅项目 在第二轮开售时 受到了大量买家的追捧 预计首日就能售出约8成的单位 其中有大首客计划吃之一 二亿港元选购入火大单位作为长线投资 这一现象反映出尽管市场面临不确定性 但高端房地产市场的吸引力依然强劲 通过这些报道 我们不仅可以窥见科技进步如何影响消费者行为 还可以看到国际交流活动对于旅游和服务行业的重要性 以及房地产市场的最新趋势 无论是特斯拉的创新尝试 广交会的国际影响力 还是香港高端房产市场的活跃 都展现了当下社会的多元化和活力 在香港的房地产市场 长石集团的Blue Coast项目引起了广泛关注 据东方日报报道 这都位于香港窄黄竹坑站港岛南岸第三B7的项目 在周六的次轮销售中 以驾单形式发售了184火住宅单位 中原地产亚太区副主席兼住宅部总裁陈隆杰透露 出席客户中 有半数是首轮未能成功购买的客户 主要钟情于两房单位 投资者在所有客户中占比约三成 其余则多为来自港岛及南区的自用客户 这次销售中一个家族计划斥资约7200万港元购入 粮火市房户显示出豪宅市场的热度未减 据东方日报进一步报道 这次销售的首个小时内就有50个单位被认购 显示出项目的高度受欢迎 长石执行董事赵国雄表示 未来单位价格还会上调 显示出对市场的强烈信心 与此同时香港的银主盘市场也同样活跃 新岛日报报道了一个位于上水天平村的公屋单位 因其独特的蓄力亚风装修而引起了广泛讨论 这个单位以130万元的开价拍卖 其破烂风格的装修包括墙深斑驳吊漆 钻墙外路以及客厅内多个空心水泥砖摆设 成为了网民热议的焦点 银主盘通常是因为业主财政问题而导致的拍卖物业 环耀物业拍卖行董事总经理屈运冲提醒 虽然银主盘价格吸引 但购买前需要对物业情况有深入了解 他强调银主盘交易通常不能提气 意味着买家需要对物业的法律状态有清晰的认识 香港的房地产市场 无论是豪宅还是公屋 都显示出了其独特的活力和多样性 从长石集团的Blue Coast项目到上水天平村的银主盘 买家的选择多样 市场的热度持续 无论是寻求投资机会的买家 还是寻找独特住宅的个人 香港的房地产市场似乎总有供不应求的局面 在这个充满变化和创新的时代 各种新闻和报道不断涌现 让我们对当前的社会 经济和技术趋势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从香港的独特公屋装修风格 到自争省优化支付服务的举措 再到贝莱德CEO 关于联储局减析和挨队提升员工薪酬的看法 这些报道展示了一个多元化和快速发展的世界 新岛日报带来了一个引起锐意的新闻 上水天平村的一间公屋 以其独特的叙利亚风装修风格成为话题焦点 这间公屋的装修风格以破烂为美 墙身帮博掉漆 砖墙外露 甚至客厅里摆放着多个空心水泥砖 这种原始而老旧的装修风格引起了网民的热烈讨论 有人称赞起独特性 而有人则担心其风水问题 这间公屋的开价为130万人 对于一些寻求独特风格的买家来说 可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在支付服务方面 东方日报报道了人民银行在杭州召开的 浙江省优化支付服务推进会 这次会议强调了优化支付服务的重要性 尤其是对于浙江这样一个对外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 会议提出了一系列措施 旨在提升支付服务的便利性和兼容性 为老年人、外籍人士等群体提供更优质的支付服务 再显示了中国在金融科技领域的进步 和对提升民众生活质量的承诺 在经济和科技领域 东方日报也报道了贝莱德CEO分科 Larry Fink退于未来经济趋势的看法 分科预计 美国联储局今年最多减期两次 并指出通胀将成为一个长期问题 他还强调了人工智能 I在提升生产力和人工薪酬方面的潜力 贝莱德对亚I的投资 不仅帮助公司管理了创纪录的时 5万亿美元资产 也展示了技术如何在现代企业中 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这些报道展示了 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是多么的多元和复杂 从住房装修到支付服务 再到经济政策和技术投资 每一个领域都在经历着快速的变化和发展 在这个不断进步的时代 了解这些趋势和动态 对我们每个人都至关重要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 为大家收集整理了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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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